对日本兵的慰安妇 你认为是自愿的 还是被强迫的 新政院长林全赴立渊直询 要对慰安妇一体表态 他的回答让立委傻了眼 我们不能够说一定都是自愿或强迫 但是呢我想这个部分呢 我们尊重希望把历史的真相 都能够把出来给大家来 依据都有可能等于林全内心认定 有些慰安妇是出于自愿性 立委听了忍不住痛批 认为有人是自愿的 有人是强迫的 是不是这个意思 有可能对 都有可能 你这是丢中国人的脸 这些都是女人 设身处地想想 这是中国的女人 但是我们不 这个院子是过去历史 没有问题 慰安妇向来是国内争议性话题 林全应答时先是一论 但发言还是失了分寸 事后行政院林全发布新闻稿表示 自己对慰安妇的史实没有特别了解 愿意花时间研究 还强调相信大部分慰安妇 是被强迫的 就算是自愿 也是因为遭受经济弱势 和性别压迫 对此心中感到误舍 只是所谓的慰安妇自愿说 已经开始引发争议 记者 最后报告 因为优优独的准备 如果有关的 这一条了 感谢观看